由美国总统拜登召开 有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 以及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领导人 出席的线上民主峰会 在9号正式开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财政部长叶伦 在致辞当中强调打击跨国腐败的必要性 其中美国国务院将设立 全球反腐败协调员的角色 而美国财政部也将成立一个反贪腐基金 来奖励那些能够提供有关腐败的外国领导人 在美国藏有赃款线索的人 然而对于这个首届举办的民主峰会 外界似乎还有很多的疑问 究竟拜登为何选在美中对抗这个时间点 以民主这个主题发起了首次峰会的举办呢 华盛顿邮报批评 民主峰会的邀请名单把世界一分为二 而且有一些参与国颇具争议 再加上川普执政后期跟政权交接的表现 重伤了美国的民主 由拜登来号召民主峰会也显得格外的尴尬 这些质疑将会如何动摇民主峰会的举办呢 针对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 中国也接连的发出批评 包括了国务院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中国智库发布时问美国民主 央视也制作了纪录片《起底美式民主》 8号的时候北京更是举办了人权论坛等等 中国这一连串的动作该如何解读呢 在批评美式民主的同时 中国强调民主应该是多样性的 并且提出了全过程民主与之抗衡 究竟什么是全过程民主 它与一般所说的民主概念又有何不同呢 最后回到了中美关系 前一段时间经过了孟晚舟或是拜习峰会等事件之后 美中关系一度和缓 但是进入到12月 随着美国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以及民主峰会的举办 美中关系似乎又跌到了谷底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段时间以来美中关系的起伏呢 这一期的明镜新闻专访 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 来为观众剖析民主峰会背后的美中角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那丁教授你好 是这样子就是美国他首届的民主峰会 在当地时间9号召开 也就是台湾时间的昨天晚上 那这一次的民主峰会呢 是由美国总统拜登他首次的发起 他在会中呢 宣布了要建立什么民主复兴总统倡议 然后要由国会来拨款 持续的巩固民主跟捍卫全球的人权 那我相信呢 很多人都会很好奇说 拜登为什么这一次会以民主这个主题 来发起首次峰会的举办 而且还特别选在美中对抗这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呢 纽约时报他还以那个自由世界团结起来 反对法西斯主义跟威权主义这个说法 把这次的民主峰会联想到冷战时期 美苏对峙的状态 所以想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对于民主峰会的时间点跟动机目的 您怎么看呢 我想先从一个传统来讲 就是说 以民主作为一个外交的诉求 当然是冷战时代 美国就是以此为号召了 比如讲这个当时冷战时代 中华民国坦白讲是在一个权威主义之下 可是呢 他把中华民国号称是自由中国 那么美国基本上是以这个民主为号召 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卡特当总统的时代 就是以人权价值 更是这个作为一个外交的一个一个诉求 当然就是说到最近 特别是全球COVID-19疫情以后呢 那么的确就是说 对于这个民主的体制受到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COVID-19的因素 那么使得这个全球权威主义的国家 那么借着权威主义来打压民主 那么变得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方式 那么自由之家也有类似做过这种分析 比较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整个大环境 特别从这个疫情 新旷疫情出现以后 的确全球的民主 的确是面临很大的困难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也是因为传统的民主国家 因为在施政上很多不利的 诸多的不利 使得很多人对传统的民主 也丧失了信心 那么眼看着中国力量越来越崛起 一个全球主义的国家 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 所以某种程度也使得 很多人对这种传统民主的信心 逐渐丧失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底下 拜登总统想要以民主来做一个诉求 认为民主政治固然面临很多的挫折 可是民主政治它可能也不是那么完美 可是民主政治毕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一种政治的方式 那么民主政治在治理上 具体的治理上也可以具体来解决 老百姓的一些问题 所以更何况就是说 随着整个中国国力崛起 那么中国体恤是想要改变整个国际秩序 所以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思是说 它以这个权威来代替民主 以高压来代替这个开放包容等等等等 那么所以在这种理性之下 也就是说美中的竞争 它不只是一个权力的竞争 它更是一种价值的竞争 所以基于这叙叙多多的因素 我更认为就是说可能拜登那么觉得说 必须要重新来检讨民主 那么素质与民主的方式 来解决人类的一些共同的问题 那其实呢 这一次民主峰会的号召 也引来了一些国家的批评 那首当其冲一定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多的批评 但其实从美国内部来的批评也不少 像我就读到华盛顿邮报 它有一篇批评说 其实它列了好几点的批评 第一点像他认为说拜登他民主峰会的邀请名单 很明显就是把这个世界的二元化 一分为二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他认为说有一些参与国 就是拜登他们邀请的参与国 其实就民主这个定义来讲 其实也是颇受争议 像是巴基斯坦啊 菲律宾啊 这一些其实美国自己本身都抨其 他们把外处决国家 但是他们却受邀了 那最后一个批评是说 就像您刚刚讲的像是无论说是COVID-19啊 然后或者是说川普执政的后期 跟拜登他政权交接时候的一些美国的 所谓的民主的表现 其实是让外界都很失望的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似乎好像不是那么适合 来担起民主灯塔的领导位置 由拜登来号召民主峰会 好像在这个时间点也有一点尴尬 所以针对这三点的批评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是有点尴尬了 特别是美国内部经过川普总统的那种做法 坦白讲的确是有点尴尬 可是问题就是说 基本上民主政治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某种程度 它透过一种正常的程序 一个自我矫正的功能 那么可以使得这个大家去省思 这个国家到底面临什么一些状况 的确美国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可是这不同的声音 是一种自我矫正的过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基本上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 这个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 那么美国也是唯一能够坦白讲 能够领导 扮演起这个领导者的角色 那么来在全世界重新在检讨民主 然后来推广民主 我觉得基本上 美国还是一个最适合的角色 因为没有一个其他国家 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么可以扮演起这个角色 我觉得它的确是有点尴尬 可是我觉得这尴尬并不能否认 美国要扮演这个领导角色的地位 是 那其实就针对这一点尴尬 其实中国就是他们所谓的反面的这些国家 也是紧抓着这一点来攻击 像中国就是里面攻势最灵力的一个国家 像针对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 细数一下中国他发出了一些批评 像是说国务院他发表了一个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然后呢 还有 我看一下 还有他的智库发布了十问美国民主 这十问其实就是去质疑的意思 然后央视也制作了纪录片 要起敌美式的民主 甚至北京在8号的时候 还办了一个人选论坛 想要跟这个民主峰会来打对台 所以你怎么去解读中国这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当然基于美中心的立场 中国当然要批判 可是我觉得回提中国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请问你 中国怎么处理彭帅跟张道利的这个问题 美国社会它的确不完美 我们都知道 可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 这个话呢 当初我们想到就是说 1991年代 这个克林顿总统跟卢文斯基的关系 克林顿总统受到很大的责难 可是请问你张高丽在中国 有没有受到很大的责难 中国社会有没有一种声音 可以来批判张高丽 我可以说完全没有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你中国有什么立场 可以来批判美国 中国批判美国的力气在哪里 第一点 第二点 中国对民主的认识是偏颇的 中国只认为只有民主只有投票 可是我们知道民主社会 老百姓有集会决策的自由 可以透过这种集会结设 来推广自己的想法 来表达一种抗议或不满 然后甚至来透过这种 保障自己的宪法权利 请问你中国的社会在现在 能不能透过这种集会结设 来表达不同的声音 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是在开倒车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趁那个美中竞争立场 当然中国还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击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除了这个反击之后 我们必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你中国反击的力气在哪里 那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我必须坦白讲 是 那其实我有读到一个评论是说 中国他之所以针对民主 这个东西来做这一些批评 是为了要跟美国来争夺 这个民主的话语权 那我们都知道说 中国他其实是一个威权体制 我相信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跟美国来争取 这个民主的话语权 因为一般我们来想的话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你自己本身就是威权体制 然后你还硬要跟人家讲你是民主 这有点自取其辱 但显然他们好像不这么认为 所以你觉得说 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间点 去跟美国甚至是其他西方国家 来争夺这个民主的话语权 我觉得中国想要透过这种方法 来改变一个价值的观念 这就一开始我想就是说 美中之间固然是有权力的竞争 可是那也是制度价值的竞争 中国想要透过这种话语权 来改变一种价值观 然后这价值改变以后 制度就可以跟着改变 认为打压这种意义生意 是合法合理 是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观的竞争 中国竞争这种价值观 等于是想要拿过来这个话语权 然后重新的去诠释 认为说我的这种体制 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民主 不但是重应诠释 而且这个重应的诠释 可以去影响全球的价值观 然后过这价值观的改变 去影响制度的建立等等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的 一连串有相互影响 是 那刚刚我们讲到说他想要改变价值观 但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点 他其实有一点类似像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他不是拿我自己的威权体制 他是拿对手的民主制度 然后我们刚刚讲重新诠释 在重新诠释的一个论点当中 他就提出了一点说 他认为民主应该是多样性的 他们常常用的一个比喻 就是民主不是一种可乐 他应该是很有多样性 有很多种的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全过程民主 来跟所谓的美式民主 跟西方民主来抗衡 那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我这边看到最刚开始 习近平他的说法是 他说这是一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的民主是一个全过程的民主 所有重大立法决策 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的酝酿 通过科学的决策 民主的决策产生出来的 老实说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 其实从字面上来看 我其实抓不出什么样的错误 因为你看民主酝酿 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总觉得跟我们一般认识到的 民主概念好像不太一样 让人开始有一点混乱 所以想请教丁教授 您就中国提出的全过程民主 您是怎么解释的 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想这个里面问题就是说 从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来讲 这个无产阶级要来这个 就是说它是一个阶级的概念 所以也就是说无产阶级 所有无产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都有没有不同的声音的 那这个是马克思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 那资产 从来到一个无产阶级要打倒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声音也是一致的 利益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在这种形式下的话 变成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如果无产阶级利益都是一致 只有一种声音 那当然共产党领导的 当然就是一种声音 所以这当然是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从共产党 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来讲 因为它只有一种阶级 那么同样就是说 全中国老百姓14亿人口 都是所谓的号称是无产阶级的话 那么那当然只有一种声音 只有一种 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那当然更是有这个领导的这个地位 所以这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 基本的意识形态 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基本的概念 延续下来是这样 可是问题就是说 同样是无产阶级 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对不对 我们讲我们就讲全国劳工 以台湾两千上百万有这么多不同的劳工 分成在不同的这个产业里面 有银行金融体系 有这个资讯体系 大家每个体系里面固然都想到这个劳工权 可是呢 大家利益会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往往因为会有一些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声音 那当然这个你要去 大家都要想不想去影响政治 可是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他把这东西是完全简化的一种说法 好 好像是就是说所谓金融产业的劳工跟资讯产业的劳工 大家的利益都是完全一致 这坦白讲都是完全是有问题的 那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以中国的这种说法坦白讲 其实是很容易去找出他的毛病 是 那所以您刚刚我们也有讨论到说 其实中国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想要改变现在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那您觉得说 我们知道说中共是一个非常善于宣传 非常善于去建立一个理论的一个国家 那您觉得说到目前为止 他对于这个民主的重新诠释 重新定义 然后去建构他这个逐步要改变我们普世价值观 然后进而改变制度的这一个一连串的做法 这一整个模式当中 您觉得说 这整个的概念建构 您怎么评价 您觉得他们做的好吗 到目前为止 坦白讲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要怎么先去 有效的说服自己的老百姓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坦白讲 固然这个习近平或是中国大陆领导人 以民主主义为诉求 那么激起大家一种反西方的情绪 可是呢 我相信大陆很多老百姓在五月梦回的时候 大家会想他们的体制的问题在哪里 我相信他们 他们的亲身经验绝对是比我们更多的 我还是回归到那句话就是我们的社会 是不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 可是至少说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面 我们去尽量解决一些很多的问题 可是请问你 在中国大陆有协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吗 我们看看这个恒大那个事件 还有各种地下金融事件 发生以后老百姓上街去做诉求 这个政府怎么样来对付他们的老百姓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泡沫 而且很多人都存的钱 就不见了 我们的刘兆玄院长 1000万台币最后只拿回200万 至少这个老百姓可以走上街头 这个诉求 然后透过这种方式来逼迫政府要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当大陆老百姓走上街头的时候 那他们所受的大约是被无形的打压 那请问你 就是说 我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大陆领导人怎么去说服他自己14亿老百姓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根本 你要去说服全世界以前 可能你可能要先说服自己老百姓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 是 那另外有一个问题是 我也是很想知道说 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由于COVID-19这个疫情的兴起 然后中国他们可能控制疫情比较有方 然后把疫情给控制下来 相较于西方国家 他们控制的可能比较稳定 然后就是等于让他们 就是大大的去宣传他们自己的体制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经验 那虽然说您刚刚有说到说 可以反问他们的人民 但是好像中国人民 他们似乎反弹也没有那么大 我是说大多数的人 所以依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您觉得说 中国对于民主的这个侵袭 是不是真的是越来越 越有侵略性 然后我们一般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观念 是不是真的有点奇迹可危呢 我刚刚讲就是说 的确就是说 现在的民主政治 的确是面临某些危机 这的确 这是一个全球的 这个所谓十四民主政治国家 的确是面临一些危机 但这个危机的根源 我觉得是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不是单纯实施民主 民主实施一个过程 我必须强调 民主不是一个结果 它只是一个过程 让这个过程是能够 开放的 相对透明的 而且产举某种程度 是一个相互竞争 那么因为 这的确 那之所以会有这个 民主之所以会有危机 那是因为整个 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产生很多的问题 造成了贫富悬出 坦白讲 中国贫富悬出的问题 我觉得是比西方更严重 那么只是说 在短期内 不能否认就是说 习近平或是中国共产党 以这个各种的方式 包括科技的方式 来的确是让COVID-19 得到控制 这点我们也不用否认 这的确是词词 这问题就是说 我们问题就是问说 COVID-19为什么中国会这么严重 我觉得这还是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中国的体制 在产生什么问题 COVID-19在完全被压制 然后瞬间的爆发 然后几乎是失控的状态 等等等等的 那么一开始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预警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要去思考 这第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共产党的体制 坦白讲是有它这个先天的 非常强烈的弱点在那边 但这个弱点在坦白讲 在一般民主国家 应该是不太容易出现 因为当你疫情出现 特别是这种短期间 大量出现的时候 各个地方 它就会 马上就会有很多的消息出来 可是在中国这些消息 其实是完全受到打压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 其实坦白讲就是说 我也回归到我刚才就是说 14亿人里面 其实坦白讲 他们也很清楚 他们的体制是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 能有什么来讲 我不是那么 就是说对于西方的这种政治体制 能有什么我也不是完全就是上次的信心 而是说 怎么讲 我们也必须要做检讨 可是我觉得可能问题 中国那边可能也要 我觉得他们的体制的问题 是比我们这边更严重的 所以在这种形式上 变成说 也许中国在短期内 似乎是有一些优势在那边 可是我不觉得这优势 会也变成一种长期的一种优势 我在想应该就是说 民主有问题 我们应该要自我检讨 而不是去转向一个 可能季度更差 更不好的选择 应该这样讲 我们当然民主国家必须要去虚心检讨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 希望我们的制度能够更能够适合老百姓大家的需要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特别的骄傲或等等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悲观 觉得说我们的体制就完全竞争不过共产党的体制 因为其实我相信共产党为什么要对老百姓的控制 而且进步在目前变成一种死无前的状态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反映就是说 我相信共产党领导人他们自己很担心 他们这套制度对他们老百姓的这种说服力跟正当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长期根本的问题 是那其实民主的议题范围相当的大 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 最后我想要跟丁教授回到中美关系 那其实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孟晚舟获释 然后拜习通话拜习峰会这些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美中的关系它是一度缓和 但是好像进入到12月之后又开始有一些起伏 像是美国之前他宣布要抵制北京冬奥 然后跟这一次民主峰会的举办 美中的关系好像又变得比较针锋相对 所以您怎么解读这段时间以来 美中关系的起伏跟看待他们未来的发展 基本上我觉得美中关系现在面临一个 所谓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结构英文就是说 双方面都不太能够去解决 结构英文我通常举例就是说 当你一盆水洒出去以后 你怎么去把它收回来 从那就是美中关系在欧巴马第二任期开始逐渐的恶化 可是欧巴马总统并没有采取把这个水泼出去的这种做法 可是到了川普总统他等于就把这一盆水给泼出去了 那泼出去以后 那这个东西双方面就已经非常已经恶化了 反过就是当双方面关系恶化的时候 而双方面又要想要来恢复的时候 请问你双方面是不是有这个对彼此这种想要所谓恢复关系的信心够不够 那是绝对没有这个信心的 所以也就是我所谓美中关系目前面临一种结构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样 更何况彼此有内部的 比如说我们都很清楚拜登总统有内部的压力 包括国会共和党 民主党在参议院是少数 而且到了2022年国会期中选举 那么很可能民主党会撕掉整个国会 也就是说像这种有内部 拜登总统有这种内部压力的时候 那么他也很难去做一些很大幅度的改变 因为共和党会对他形成一个很强大的牵制压力 那共和党其实是反映一个整个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的态度 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国内来讲 反中基本上还是一种主流的一种状况之下 那么在这种反中式主流 那当然国会华府的住过各方面的意见 那么反中还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 这些东西都会使拜登总统很难想要做大幅度的改变 所以你认为说之后短期甚至是中短期之内 美中关系还是会像这样子一样起起伏伏 可能拜登总统他会想要在一些领域做一些改善 做一些合作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还是会这样起伏 然后不会再回归到原本的样子 我所谓的改善其实就是说让双方面的这种紧张观 因为不至于失控变成武力冲突 那么这个是所谓彼此目前似乎还有这么一个默契在那边 可是除此以外呢我相信坦白讲他们几乎是没有合作的空间 因为彼此利益都不一样 我们就以气候变迁来讲 那么中国现在面临这个国内这个经济下滑压力 压力非常大 然后又有能源短缺 那么中国坦白讲 他也没有一个短期的意愿去 这个这个来在气候变迁方面 跟美国做出更大的承诺 然后跟美国合作 从而那里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固然有这个意愿 可是中国因为有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 所以他的意愿也不见得是很强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方面其实有合作的部分 坦白讲那个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求一个共识 就是像刚刚您讲的不要让双方的关系失控 那其他的部分可以做到的就是当是这样分了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民主峰会是预计说 礼拜四礼拜五举办 那还有一天的峰会 不晓得说会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宣布 但是我想对于这一场 就是美中之间对于民主的这番政变呢 我想应该短时之间应该还是不会停息的 所以今天要谢谢丁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帮我们就是对于民主峰会做了一些分析 谢谢你丁教授 那你不客气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